寶寶 甘心,不要怕 爸爸會來陪你的 美心 你還活著? 這是一個鍵盤被泡進水裡的淒涼故事 沒有啦 職業配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子恩 相信大家剛剛都有看到那個低能小短劇啊 沒錯 今天是第一次來接這個業配 那很榮幸的我可以收到這個 欸 這沒怎麼唸啊 喔 Fantec 呃 Fantec Fantec 對 就是這個 Fantec的邀請喔 我真的覺得非常榮幸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Fantec他們家的 NK882光軸機械式防水鍵盤 那事實不宜遲我們剛剛進行一個開箱的動作吧 那其實打開之後就聞到一個新鍵盤的味道 廢話齁 那它的說明書上面只有寫英文、印尼文跟泰文 就是沒有寫中文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這就是我們的主角 NK882 還有它的手托配件 那它的重量其實跟一般機械式鍵盤差不了多少 那你們會發現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並沒有注音符號 這也是跟說明書那個有相對應的問題 簡單來說 Fantec是有國外的品牌 那在台灣的店面剛起步 所以總公司還沒有生產有注音的版本 那這點就需要有興趣的買家 來提升他們銷售量 那總公司看到就會覺得 WOW 欸 我一定要幫你們生產一下注音的版本 那說實話對小弟必認在下 我從小摸鍵盤摸到大 有沒有注音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這鍵盤到底好不好用 那我們先來插個電 那我原本的鍵盤都是單一色光 第一次接觸這種RGB型 真的覺得非常特別 那我覺得更屌的是 它的色光有不同的模式可以做選擇 如果是大家看見的話 我不會讓你走進去 這壁盤 你讓我看見那些東西 你讓我看見 你讓我看見 那些黑眼 你這樣看見 這輯盤 那些黑眼 那些黑眼 你讓我看見 那些黑眼 那介紹完燈光之後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軸體的部分 那它的名稱叫做光軸鍵盤嘛 那一開始我其實以為光軸鍵盤就是會發光的鍵盤 齁其實這是錯的喔 光軸呢簡單來說就是用光電阻鍵來觸發 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用金屬觸點 光軸的好處呢就是可以達到近乎零磨損 那可以接近億萬次的觸發 換句話說它就是可以按到你爽為止都不會有問題 再來就是它是用光線阻斷的方式 所以它不會有金屬老化或者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它比傳統機械式鍵盤還要快666倍左右 再加上它全鍵都無衝突 所以玩遊戲的時候就不會變這樣 等一下以上也那麼包含技術問題 剛剛說了那麼多優點 實際上我也是去爬文還有廠商提供的資料 才讓我知道光軸到底是三小回 那我使用了好一陣子 我是覺得它跟一般的機械式鍵盤 按起來真的沒有兩樣 那它按壓觸感的部分是輕軸 其實我以前的鍵盤都是用黑軸的 這次用輕軸我真的覺得 非常吵 因為我按鍵盤真的比較大力 然後加上輕軸真的是 嘎嘎嘎嘎嘎 半夜打字真的很怕吵到人 所以希望廠商可以出安靜軸體的版本 想到軸體我就想要這鍵盤 非常方便的一點 那就是它好拔又好清理 它沒有凹下去的部分 所以它基本上不會卡一些食物啊 頭髮啊灰塵在裡面 像我就喜歡在電腦前面吃吃喝喝 所以定期清那鍵盤的時候 我每次都清到有點生無可憐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要講這鍵盤最吸引我 也是觸發我想接著業配的原因 那就是它防水啊 這樣就算鍵盤卡了一堆灰塵 你也不用清了要死不活 你只要給水沖一下就沒事了 這隊每次都要花時間清鍵盤 而且清到很煩躁的我來講 真的是一大福音啊 而且我以前玩遊戲的時候 不小心把水打翻了 3000多塊的鍵盤就這麼去了 所以然後燈光每反應快 又防潑水的鍵盤真的爽啊 那目前要講出它的缺點 我還真的講不出來 因為才用一陣子而已 那真的要講的話 就是它沒有注音跟倉解吧 比較照顧不到看著鍵盤打字的客群 還有它沒有直接可以調整音量的按鈕 需要按FN跟快捷鍵 那這點我覺得就比較偏向個人喜好的問題了 那最後如果喜歡這個鍵盤 對這鍵盤有興趣的話 它會把連結附在下方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喜歡分享以及訂閱 那我是子恩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貼нибудь贏 字幕志愿